当然另一头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这个盖拉格又跑到台湾来 然后当然这个韩国瑜 这个院长的职务进行一些 这个国会外交 那他也恰如其分 那亮哥给的这个建议 我觉得非常的好 在这个昨天下午节目就说 韩国瑜可以做很多事情 代表台湾的多数的民众 对于像这种抗中鹰派 应该在他面前有信心的大声讲出来 不过当然啦 大家对于韩国瑜的第一印象 还是有他在的地方 气氛就好很多 这也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 但是毕竟两岸此刻 这个剑拔农张 所以介大使你怎么看 整个事情接下来的政治效应 我觉得政治效应 我说中国大陆会在这个 我们这个所谓陆委说 陆委会讲这个禁制区里面 大陆的这个护鱼 护自己的这个这个渔船 还有他这个水面船只的这些 这些程度 还有他的密度都会加强 不过比较困难的就是说 事实上的话 现在海峡 我们这个海巡署执法 不是指在金门水域 还要靠近台湾附近的水域 那事实上也有这个执法的 大陆怎么处理 对 那这个水域更广大了 那你必须要 是不是现在我们海巡署认为 就中线一线 海峡中线靠东 靠东这一面 都是属于我们的渔区 大陆是渔船不能进入的 那这个我觉得详细还要了解 不过如果说大陆渔船进入到 我们的海巡署认为是 大陆渔船不能进入的水域的 那以大陆现在的讲法是说 不承认你有什么静置区了 静置区也不过就24海里啊 对不对 那是不是大陆也要在这个区域里面来互议 那这个就是一个指标 看大陆要执行到什么程度 静大使我我跟你讲一件事 去年的4月5号到7号 大陆那边公布了一个叫做 台湾海峡中北部的巡检 他在演习 然后他就说进入厦门地区的货船 他要随时领检 你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去年4月5号到7号 那我们这边就抗议嘛 那后来大陆没有真的零检 可是这个就意味着他可以这样做 对他有登零检 因为他现在的主张已经很明确了 对啊 就是说台湾是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一部分 不承认台湾中间 第一个没有中线 也没有零街区也没有零海 那他的用语是台湾海峡中北部 中北部 因为他现在的讲法 你如果要大陆的讲法 你要解释的话 所有台湾基本就是中国的领域 领域物分 那中国大陆事实上有完全的执法权 他过去不这样子讲得那么明 可他否定你有所谓的禁制区以后 他说你根本不存在这个禁制区 那事实上中国大陆的海峡 照理论他可以到处可以去执法 就跟现在的在好 我们讲钓鱼台水域来讲的话 日本那时候安倍搞钓鱼台国有话 中国大陆就直接说 以后我就再钓鱼台水域执法 然后现在所有进入到钓鱼台水域的 这些日本船只 中国大陆的海警船都认为 你是入侵中国水域 加以取缔 加以驱离 所以现在就看大陆将今后怎么 他这个执法是有困难 不过我觉得美国这个教授 我觉得我比他动机什么 他讲这句话 其实他对这个事情了解不太清楚 我觉得这件事情 基本上是因为这次金门的这个渔船 金门的渔船事件引起的 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关注 本来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区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这个海警船 我们这个海巡署陆委会一直这样子 我们有权在所谓禁制区 把这个禁制区观念一讲出来 你就是笔着大陆要表态 比如他一表态他就说没有禁制区 那这将来就是在执行的时候 看大陆执行到什么程度 以这一次对台湾的渔船 这个观光船的这个执行领检来看的话 事实上还是很节制 而且这个时候 海巡署也自己出来替自己打原厂 他说对我们的船是有偏离 偏离出去了 跑到他们那边去了 所以呢 他是这样子给自己一个下台 可是呢问题将来大陆的是不是他会在你的 就是说不管是陆委会 这个蔡英文他们宣布的 这是我的领域的这个部分 执行公务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考验 不过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很多作为 很多作为是什么 内部压力 像审议 这种过去他是谈国际政治 你知道他这个讲的是就事论事 你知道他那一篇 他在那个网站 那个节目 他论这件事情的标题是什么 他说八个字 这次登岛 这次登船 就是大陆到我们的 在金门的观光上登船 林检 他说下次登岛 这次登船 下次登岛 对这沈亿的 上一篇有没有 会台三十年 不如登临三十分钟 对不对 对他都是他很有代表性 这大陆还有另外一个 作家用了一个概念 他说这个是台湾海域的内海化 然后他说 统一之前是先处理海域 那这个就是所谓你的禁制水域 他通通都不承认 禁制水域不是只有金门 比如说丽将军讲的就是马祖 澎湖 澎湖对啊 还有中沙岛 这就是改变现状 太平岛 谁造成的呢 改变了现状 好来我先进广告 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回来我要感谢大家的抖内 然后注意哦 明天元宵节 我们稍后要提前在版面上放天灯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还有整个这个政治效益的一些发酵 大家看到刚开始事发的前三天 我们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 就是虽然大陆微博上有很多网民开始讨论 但基本上官媒没有什么报道 然后呢这个相关的舆论也相当的自制 但是最近这两天呢整个气氛大幅的反转 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胡锡进啊 都已经讲了 有没有大陆人民 有权表达愤怒 就是说舆论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你就看到大陆网民的留言 越来越心里化 血债血环啊 屠杀大陆渔民啊 这种比较激烈的谈话都出来 当然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台湾这种激烈的谈话也不少 那当然这个复战大学的这个沈毅老师 他最近有非常多的文章在大陆 职地有声转传的非常多 我们节目终于讨论 他提出了几点 没有录像站不住脚 所谓执法船至少三套相互独立的录像嘛 对不对 船上的手持的 人员身上的随身录制设备 这是基本款 三套都不工作 就敢开出海来执行任务 本身就是问题 这不用他说了 我们台湾人也觉得理亏 也觉得无法接受 2月14号出事 2月16号 海巡把证据交给检方 中间时间在干啥呢 交个证据是有多难吗 台湾这么大 两天交不出去 什么原因导致 不但要紧追大陆渔船 还要蛇行 是不是躲避射击 没错 这就是大家最质疑的嘛 到底干了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要用这种方式对待人家 然后还有这个 大陆的执法船 最近当然动作很大了 在这个鸡马不断的出现 那美国一位这个教授就说 这是中国对台湾 加压灰色地带的手段 要改变台湾对周边海域的控制权 建立新的 游历北京的新机现实啊 这个也算是个好机会啊 是不是啊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と其他人最主要的 挺不自然的 如果复杂的 本地的 超得 您 小孩 从此